这是克朗普当选后第一天的这个美领馆 我说美领馆 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啊 其实早晨7年50分 那还没开始办签证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入入入入口 然后我们这么看一下 然后现在他们加强了安保 就是怕闹事嘛 呃外围真相的一些一些保安措施 这就是 一人家就在出这儿排队 出这儿排队 通过了咱们通过了吗 没有 他问什么问题了 就让去美国干什么 你之前去过美国吗 没有 去过别国家吗 去过 去过也没用 你去哪个国家啊 但是都是第三世界的 非洲巴西人 可以啊 巴西人美可以啊 不行 然后 他还问你什么问题了 他问你公司做什么的 你是做什么呢 做望远镜的工厂在新政 可以啊 不行 我都结婚了 然后工作什么 那你从美国干嘛去留吗 呃 参加展会 你已经买展会了吗 订啊 已经订完展会了 看见没过 对 看心情的 没无解 现在就在美领馆的出口 呃 有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今天讲一下死签 什么叫死签呢 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职业 比如说餐饮 笔发 美容 美甲 还有这个这个护士 或者是妇产科的医生 哪怕你曾经做过 这些事都不好玩 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没有签过美签 没有从来没有去过美签 第一次一定不要签 因为你在签完以后 你后面会非常非常麻烦 基本上基本上是无解的 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现场一两百号人 全是想花一万多两万多 去瑞士去香港 去澳大利亚 打工挣三五万工资的朋友 现在已经办理几个月了 根本不出去 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 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们可能感觉不到哈 但是做我们这行 或者是我的同行们 肯定是肾有感触 以前大家出国的目标是什么呢 赚米 安安稳稳的做几年回来 省吃捡用的把米拿回来花 而现在做的是什么呢 米可以放到其次 但是必须给我找一个长期的 安安稳稳能够待在外面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想要直接移民吧 没那个实力 所以就想着申请工作签证 然后慢慢的在国外续签 能够一直待在国外 而且这一类人群还挺多 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有年龄段 在30岁左右的人群尤其的多 为什么这个需求如此的集中 大家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超限留学 可以去了 今年已经有45名自费生 去超限留学了 太聪明了 这个口罩之后 今年再次向海外留学生开放了 别以为是开玩笑话 有很多国家的学生都去了 什么中国 俄罗斯 老卧柬埔寨 伊朗蒙古的学生 都有的 好丰富 天哪好多元 我们国家的话 大多数都是东北的学生 超限只有两所学校招收国外的学生 他们最底见的学校了 你就不用科技排名了 懂得懂 反正这两所学校就是朝鲜最好的大学了 地位相当于我们的清华 按的北大 然后专业的话 留学生一般都是学语言的 超限留学的费用 肯定是比欧美便宜很多 学费加时速一年也就四五万的样子 不过流量稍微的比较贵 都是按照计算的 不过如果你开心的话 你可以用着咱们就是苹果的手机 用韩国的这个BGM 然后呢再看着中国的电视剧 上着朝鲜的课 这样的生活喜不喜欢呢 大家好 在日本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 一提到日本 大家的印象都是不怎么好 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选择去日本打工 或者在日本生活呢 在日本即使你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没有背景 像我们这样在国内患者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里也可以拿到上万元的工资 周末也可以双修 一个月也可以休息七八天假 在日本打工 没有高低贵献之分 部分男女干的活都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 不要求技术 也不要求日语 没有任何压榨工人和科扣工资这一说 只有7000发工资 像我们每个月是15号发工资 如果碰到星期天或星期六了 他就会星期五七天发工资 在日本加班 只要超出八个小时 就给你按1.25倍算 一年365天加一起 我们可以休息一百多钱 每一年还有时间的带薪假 大家觉得在这里打工怎么样 你信不信如果出国没有了限制 几乎一半的人都会选择出国打工 就是为了超过八小时算加班 加班是加倍工资 看病免费20开工资 就这简单极点的要求 先别跟我刚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了 在国内一个月也能挣上一万多块钱 我相信在国内月入过万的人大有人在 但是你去问问你身边的朋友 有多少人一个月连5000块钱都挣不上 还有多少30岁左右的人 没车没房没存款 不是说出国打工有多好 只是给在国内实在没有出路的人一条退路而已 出国打工的人都有一个通病 大多数最初的想法都是出来干个两三年 然后就回去 可是一旦到了阿尔兰 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 适应了这边的生活状态 适应这边的环境 一下有可能就干了三五年 甚至更长时间 出国打工就是一条不轨路 和国内那个生活状态相比呢 落差太大 家里呢也不说挣不到钱 而是存不下钱 能在国内混得好的人那都是王者 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 不管是80后啊90后啊 甚至是00后 都选择了放弃呢 国内的工作而选择出国打工 同时身边的人也会问 难道家里就挣到钱吗 非要出国打工 可现实呢 国内不但挣得少 一个月休息也 也不会超过两天呢 大家好我是王盖 刚刚下班 然后今天老板花了工资 这两张是我的 花了工资 值已经烂了 一共是1560刀 然后这就是我一周的工资 一周干六天 大概一天十个小时左右 花到一个月的话 大概能赚个六千多刀 换成人民币的话 大概就是三万左右 然后有朋友会问就是说 在这边收入怎么样 那开支怎么样 就是去掉开支之后 一个月可以攒多少 然后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小卡拉米 虽然我来了也快 也四个多月了 但是我还是小工 因为我转了个工种 相当于从头开始 也现在还是26到一小时 然后就说一下我的开支 首先是固定开支 一周的房租250刀 吃饭100刀 再加上有费五六十刀 一周在外头吃一顿好的 一周四百五十刀左右 1560刀 算是1100刀 那一周可以存个1100刀 人民币5000多 5000多 然后四周 那一个月其实可以大概攒个2万多 我在这边真的算是不多的了啊 很多就是工地上的中工大工 各种老大哥 都算都跑多好多 我只是小卡拉米 因为我来之前也什么竞争都不会 只能说从头开始慢慢来 移民没有不后悔的 移民没有不后悔的 视频中这是老张河北人 数学研究生学历 之前呢在大学是做教授的 现在呢 他在那个洛杉矶 墨西哥的那个餐厅上班啊 哎教授你这做的是什么东西 墨西哥卷是吗 墨西哥卷 墨西哥人爱吃的东西啊 对 玛雅文明 哎呀 听说教授之前呢 就是不想在国内卷了 想来这个美国过好生活 哎教授你在美国过的生活 过上怎么样 还好吧 挺好 对 就比以前当教授强多了 对 以前就是老勾心豆角那些 对对对对 特别烦是吧 对 不想在这个单位里面 勾心豆角 什么这这这 这有科那科的 老老老 互相 猜疑 是吧 对 谁发的奖金多一点 那家伙急的 你整我我整你 啊 那你到这个墨西哥餐馆这边 怎么样觉得这边 挺好吧 挺好吧 三十五块钱一个小时 是美元吗 美刀 嗯美刀 挣老钱了 主要是心情是比比以前强多了是吧 心不累 心不累 对 什么脂肪肝啊 心理梗塞都治好了 对 这太行了 不要是现在是关心你什么呀 对象问题 你的对象是咋整的 找个老黑人找哪儿的呀 黑人 黑人 对 就为了拿身份 找了个黑人 对 黑人愿意跟着你吗 愿意 这怎么说 嗯 听说咱们华人的那个发动机 没有黑人的那个动力强啊 嗯 咱有伟哥 哎 找你 哈哈 找我大哥 伟哥 找你大哥 对 对 定事是吧 对 行了 老姐们 咱们华人 不是说没出去 找大哥 也定事儿 老姐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今天都有大牌长龙等着预约签证的人群吗 美国作为经济科技文化的强活 在教育资源上有哈佛斯坦福等顶尖学府 吸引着全球学字 就业机会方面 更不用说了 充满无限可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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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